相信几乎所有人的手机里都一定离不开淘宝APP 作为当下最受欢迎的购物平台 它拥有近5亿注册用户 同时每天在线商品数达到惊人的8亿件 在马云 张勇等人的带领下 淘宝究竟是如何登上电商界老大宝座的 触摸品质 发现未来 请立即观看10万个品牌故事之 淘宝 购物天堂 1999年 马云带领18罗汉在杭州一所公寓 创建阿里巴巴集团 主营业务为依托互联网 为中小企业提供B2B服务 B2B是一种企业与企业之间 通过专用网络或英特网 进行数据信息的交换 传递 开展交易活动的商业模式 在取得软银 高盛 美国富达等投资机构提供的 2500万美元融资后 阿里巴巴于2002年开始正式盈利 2003年4月 一支九人小团队入住西湖畔花园小区 曾经阿里巴巴的第二把交椅 孙同宇 作为马云团队的骨干 接受了马云的秘密委任 去做中国企业还不了解的C2C项目 淘宝 5月10日 淘宝网正式上线 上面挂售的200多件商品 全是马云和技术人员们的私人物件 论起大学生群体中盛行的刷单活动 马云本身也应该算是鼻祖了 靠着那种无门槛免费 买家每月还能领取100元红包的福利 20天后 淘宝网注册用户达到了1万人 2003年7月 阿里巴巴正式宣布将斥资1亿元 致力于淘宝网的后续发展 尽管当时还有易去等电商大佬的穷追不舍 但是淘宝还是凭借免费 这一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的运作模式 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 不知道如今沉迷淘宝天猫的用户们 还是否记得易去 它创立于1999年 首创全国24小时无间断热线服务 在千禧年并购5291手机直销网 开展网上手机销售 成为其特色服务后 易去于2002年联手eBay 更迷后的eBay易去 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在线交易社区 然而 由于企业的急功近利 以及行业本身的不成熟 再加上易去在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后 仍旧实行收费制度 给了淘宝后来居上的机会 淘宝网把业务拓展中心定在江浙一带 相较于上海的eBay易去和北京的8848 这里中小型企业密集 产品的成本压力和销售压力 都恰到好处的满足了淘宝发展的需求 2004年 互联网电子商务网站人气排行榜上 还没有淘宝的一席之地 然而不到一年时间后 淘宝大获全胜 以每月768%的速度 上升至人气榜第一 并探索出一套独特的C2C运营模式 开发出旺旺这种及时通讯工具 创建了第三方支付平台 支付宝 2006年开始 淘宝成为亚洲最大的购物网站 并开创了B2C业务 因此孙童宇也被称为淘宝之父 2008年 完全免费的淘宝网 已经运行了五个年头 9月份 他的交易额突破百亿 在国内成为手续抑制的购物网站 同年 孙童宇突然离职 被前往伦敦商学院进行修整学习 之后 孙在采访中就再也没有提到 马云与淘宝 不少人将其视为 马云的杯酒士兵权 至今为止 这件事都是阿里巴巴历史上的未解之谜 接手淘宝的陆兆喜 被称为马云的亲信 在经历了阿里集团各类岗位的轮岗之后 于2013年被任命为集团CEO 名义上为CEO 其实还是马云战略的执行者 有了功劳算马云的 出了事 陆兆喜扛着 而其在任的几年 阿里在战略上频频失利 两年后 并由逍遥子张勇 接替了其CEO的职位 如今 我们所熟知的双十一购物狂欢节 就出自张勇之手 诞生于2009年11月11日 那时候 没有人能想得到 双十一会成为全民狂欢的盛宴 更没有人能想到 八年后能带来 1682亿的成交额 2009年 是淘宝商城创立的第二年 但它不够出名 团队们也在艰苦的突围中 极力想找到出路 这段日子 也是让张勇很伤脑筋的经历 东看看西看看 在一片迷茫混沌中 双十一成为淘宝团队 找到的一个突破口 尽管有人劝马云 但是他始终坚持不收费政策 除了收取相应的市场管理费 淘宝推出了网络直通车服务 谁出的钱多 谁就能上首页 2011年 淘宝的规模越做越大 但是低价 便宜 质量差的问题 也同样刺入人心 人们热衷于网购 但是也对即将拆开的物品感到不安 拼多多的创始人黄征说过 他们此刻面对的假货问题 淘宝也曾感同身受 众所周知 淘宝网最核心的内容 其实就是鼓励单个体开店销售 通过它的网络平台 实现个体经营与客户的对接 由于它是纯虚拟世界 大大降低了开实体店的成本 从而能吸引到相当多想开店经营 而又没有足够资本的小个体商家 这本来是淘宝网得以成长壮大的最大优势所在 但与此同时 其最大缺点 或者说其隐痛的根源也在于此 一段时间内 淘宝曾被调侃为中国最大的假货集散地 为了改变这一情况 以及面对同时期竞争对手 京东的来势汹汹 淘宝于2011年 推出了从认证到监管上 都更加严格的淘宝商城 早期很多商家都因收费原因不愿意入住 于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都走上了致富道路 不过因为名字太过相似 2012年淘宝商城正式宣布更名为天猫 2012年3月29日 天猫发布全新logo形象 回顾2009年首届双十一购物节 一天内便创造了5000万的成交额 未必适事都能有一个好的开端 但过程一般都同样的曲折模仁 2011年10月10日 淘宝商城公布了同商家之间的新规则 新规则提高入住商家的门槛 想将淘宝商城真正定位于品质 已区分于淘宝网的多样性 新规公示之后 其中提高技术服务费和提高保证金这两条被广为传播 并被解读为淘宝商城要抛弃小商家 为此张勇迎来了最为煎熬的一周 这又是一次要在应急预案中保命的经历 外界的误解已经传播开来 求生欲极强的张勇团队只能一往直前 这一次解救张勇的正是新的双十一方案 当时负责双十一方案的市场总监 是刚从阿里巴巴跳到淘宝商城的英红 他提出要把双十一从光棍节变成网购狂欢节 这个大胆的设想切中了张勇的想法 最终的结果也验证了这次设想 201年双十一成交额上升到52亿元 其中淘宝商城贡献了33.6亿元 从2009年开始到死后的连续9年间 都是张勇在操盘这一全球最大的购物节 如今支付宝淘宝天猫都成了我们生活中 形影不离的产品 在马云宣布公司将交给张勇后 对阿里来说新的变化才刚刚开始 当一件东西的新鲜感过去 就会失去它最初的吸引力 因此每年双十一人们都会疑问 成交额是否会下降 也有人表示双十一买东西的都是傻子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确有那种先涨价再打折的商家 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也的确能享受到优惠 双十一已经构建了这样一种万种狂欢的消费氛围 即使知道并不会便宜多少 很多人也会选择在这一天买下之前一直舍不得买的东西 2018年的双十一马上就要到了 天猫又加强了活动力度 我们十万个品牌故事节目也参与到了这场狂欢盛宴中 只要打开手淘搜索我们节目密令 十万品牌送红包 就可以抢到红包 每天可抢三次 最高红包金额1111元 除此之外 本节目的兄弟品牌百强网 还针对全网整理了特别齐全的双十一省钱攻略 不用再四处寻找 双十一各大电商平台的折扣活动 百强网都有收入 找到百强网 就可以看到超齐全的省钱攻略专题 红包 免单 秒杀 折扣 一网打尽 它曾是一家矿业公司 如今 凭借着创新能力 已成为一家 在各个领域都堪称佼佼者的世界500强企业 从口罩到汽车零部件 从报式贴到通信设备 它的产品种类目前已超过6万种 它是谁 预知详情 敬请关注下期节目 午后 얼门 您准备